臺電即將要進入的用地 高熟男子產業園區開發 在中午環瓶大會審查通過了 不用進入到二階環瓶 那是因為開發案 在上個月二十八號才剛通過了 環瓶專案審查 所以被環環質疑說這太過倉促 再次訴求臺積電在進入之後 要達成減碳綠電等環境的要求 而至於園區用地正在進行的 污染整治 也希望可以用更高標準來要求 環保團體在地居民到場關心 男子產業園區開發案三月二十八號 通過高市第二次環瓶專案審查 才過兩週就接著召開環瓶大會 讓環團質疑太過倉促 環團再次重申 包括事業廢棄物減量 減碳及綠電來源等訴求 要求經發局將部分訴求納入環評承諾 而男子產業園區開發 關係著臺積電進駐問題 除了進駐後的環境要求 環團及當地里長也希望 園區用地高鏈場的污染整治 使用更嚴格標準要求 環保局強調照程序進行 沒規避法規 但這次環評大會審查通過 無需進入二階環評 開會時間 甚至比專案審查時還要快速 環評委員列出市府成立監督小組 增加空品地下水位監測 作為通過條件 面對環評通過 臺積電表示樂見審查結果 會持續致力節能 節水及減費等 來保護環境 但環團對於市府 沒釐清是否有切割環評等問題 就火速通過 則感到失望 呼籲市府接下來第二期開發 一定要送中央環評及二階環評 讓這個重大開發案 有更嚴謹的審查機制 記者 許正俊 陳濱與莫昭全 高雄報導